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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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 我们预定好座位了 好的 来 这边 别闹闷不乐的 你开心一点嘛 走吧 您看一下需要点点什么 谢谢 看啊 喝什么 我不喝酒的 不会喝 没让你喝酒 我是带你出来散心的 挑一个 给 好的 长岛冰茶 就这个吧 两杯长岛冰茶 好 稍等 长岛冰茶使你坚强 坚强 不就输了一场训练赛吗 艾佳刚刚开始打职业联赛的时候 因为太年轻经验少 被人打到心态爆炸 那是常有的事 害怕被我看见 偷偷跑到阳台哭 整个就是一小哭包 但是哭完了 第二天还不是又叹叹地 去准备下一场比赛 我也没别准 哭了一早上 上一秒还说自己不脆弱 行了 小姑娘哭一哭不丢人的 哭得像鬼一样 还被某人看见 你嘟囔什么呢 你慢点喝 你怎么那么忙啊 姑娘挺豪放啊 来来来 陪哥哥喝一杯 陪哥哥喝一杯啊 你谁啊 就喝一杯嘛 来来来 你干嘛 你谁啊 滚 阴魂不散 他怎么知道咱俩在这儿 谁知道 狗鼻子闻着的吧 上次给你化完妆 算着别人给逮着 来 阿嘉 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你那眼神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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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宝贝 你 坐那边去 等我配好我姐妹再说 杨阳 既然是比赛 肯定是有输有赢的 想想就知道 怎么可能一直赢呢 只不过是一场训练赛 你还有整个全国联赛呢 别人说的话你何必在意呢 这样 我跟你买水军 掐过去 对呀 谁没有输过呀 虽然我不认识那个叫阿泰的 但是你放心 只要让我遇见他 我帮你出气 你闭嘴 就牛嘴巴巴的 他是眼瞎了还是手断了 轮到你帮他报仇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刚刚不是喊你坐过去吗 过去 姐妹 你说 怎么样才能是你坚强起来 要不 我给你点一个 拉斯维加斯同款猛男秀吧 快来 快来 机会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我还是不太懂阿泰这种 拿你擅长的士神 去打败你的套路 为什么对你们这些职业选手 这么有用 之前牛神退役就是 没想到今天童谣也是这样 按道理来说 难道不是拿自己最擅长的士神 却在线上被打爆这种事 更让人恼火吗 当然不是 因为所谓对一个士神得心应手 不仅是要对这个士神的技能解析 和技巧熟练度应用 更是包含了对整个游戏的理解 所以一旦被打败了 就很有挫败感 还不明白 那我这么说吧 你从小到大英语就很好 碾压周围的一切人 甚至能跟外国人谈笑风声 学校每每有什么演讲活动 都少不了你 你就是这个城市的英语传奇 直到某一天你拿了全十一等奖 参加一个全国性质的英语夏令营 你就会发现里面随便一个人 都能和你五五看 甚至里面有的人讲的话 让你不得不拼了命地去思考 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在你一脸懵圈和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们会过头来嘲笑你 说就凭你这种水平 也配参加夏令营 你会怎么想 我再换句话说 如果是一旋会各种外语的人 参加聚会 有一个人日语讲得特别好 你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你会怎么想 你无非就是想 这个人日语很好 但关我皮色 我平时又不想日语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所以欲藻前对童谣来说是一种 一种什么 算了 作为职业选手 他早晚要经历这些 别看这些负面的东西了 我带你来是来开心的 别喝了 别喝了 服务员 再给我来杯冰红茶 快坐下 冰你个鬼啊 那是长岛冰茶 简阳 他怎么来了 你通风报信你个狗崽子 你明明不想要了 过来 那这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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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一对 我俩一对 多好 我俩一对 瑶瑶 别喝了 你走开 走 我带你去洗把脸 透了气 我又不直播 又不比赛又不上台 我干嘛要洗脸啊 你是谁啊 都十一点了 童谣怎么还不回来啊 这傻小偷不会去跳海了吧 苏后酒吧 快来 你找陆思诚了吗 我不找简阳了吗 他们俩说不定今晚就复合了 复什么合 我同意了吗 撒谎劈腿的男人 不配跟我闺蜜在一起 那都是误会 简阳一直喜欢童谣 别拿误会当借口 再说了 童谣已经不喜欢简阳了 不喜欢干嘛来打职业 他打职业和男人没关系 再说了 如果喜欢怎么会分手啊 我们互相喜欢不也闹分手 情侣之间分分合合 很正常 反正我占简阳 简阳是我兄弟 童谣还是我闺蜜呢 良情责目而妻 毕竟我们姐妹俩 已经有一个是瞎的 瞎的 谁瞎啊 我 真的假的 我看你 我看完了 怎么就瞎了